你经常会听到承诺是关键这样的说法吗? 可能无数次了,对吧? 为什么会这样呢? 因为没有承诺,梦想仍然只是梦想。 今天我邀请大家与我一起深入探讨承诺的心脏地带, 以及为什么它是成就、成长和遗产背后的驱动力。 在生活中,我们许多人都追求短暂的快乐时刻, 但我们常常忘记快乐是一个副产品,而不是一个目标。 最终的目标是有目的和意义的生活, 而通往目标的道路,那是由承诺铺成的。 从核心上说,承诺意味着为某一特定的行动路线做出承诺, 不管面临的是什么挑战或障碍, 这不仅仅是开始时的热情, 当初时的热情消退时, 它还是关于持续前进。 承诺就是每天醒来都决心向前推进, 即使道路变得模糊。 想想马拉松运动员, 他们只在天气完美的日子里训练吗? 不,不管风雨, 通过疼痛、疲惫和怀疑, 他们都会训练。 他们跑步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比赛, 更是为了征服自己和自己的极限。 要真正做出承诺, 首先要知道自己的为什么。 你的为什么, 就是你每天早上跳起床来的原因。 它是每一个动作和决策背后的动力。 问问自己, 我对什么感兴趣? 是什么驱使我? 你的为什么越清晰, 你的承诺就越强烈。 莱特兄弟有一个为什么, 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创造一个会飞的机器, 很多人嘲笑和打发他们, 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愿景, 他们的为什么的承诺, 带来他们发明了第一架成功的飞机。 兴趣和承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。 当你对做某事感兴趣时, 你只在情况允许时做, 但当你对某事做出承诺时, 你不接受任何借口, 只接受结果。 你是否注意到, 有些人有时开始一个项目或爱好, 充满了兴奋, 但是一旦当他们遇到障碍, 那种热情就会减弱, 那是兴趣。 另一方面, 承诺直视那些挑战, 说我会克服的。 承诺, 是坚持的最好朋友。 你经常听到, 有人面临反复的失败, 最终实现他们的梦想的故事吗? 像托马斯·艾迪生, 他在发明电灯泡之前, 进行了数千次不成功的尝试。 或者JK·罗林, 他的哈利波特的手稿, 被多次拒绝, 之后才变成了全球轰动。 他们的故事并不是关于一夜成功, 而是关于坚定不移的承诺。 承诺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目标和梦想, 它也是有意义的关系的基石。 在好时光里, 为某人在那里很容易, 但真正的承诺, 是在风风雨雨中与他们站在一起。 它是关于一起经历风暴, 一起成长, 演变, 建立一个共同的未来。 在你为目标或他人做出承诺之前, 你必须首先对自己做出承诺, 相信你的价值、 潜力和能力。 当你做出那个内心的契约时, 你创造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。 这就像告诉自己, 我有能力, 我值得, 我不会放弃。 你的承诺不仅仅影响你的生活, 它对你周围的人有涟漪效应。 你的奉献可以激励其他人追求他们的梦想, 面对力竞占的笔直, 坚持不懈。 通过承诺, 你无意中成为了希望和灵感的灯塔。 承诺不是一个你可以打开或者关闭的开关, 这是你每天做出的一个有意识的决定。 它是燃烧你旅程的火, 是在风暴中固定你的毛, 是指导你的指南针。 要过有目的、激情和成就的生活, 我们必须做出承诺。 对我们的梦想, 对我们的关系, 最重要的是, 对我们自己。 请记住, 每一个伟大的成就都始于尝试的决定和继续的承诺。 所以, 当你今天离开时, 问问自己, 我真的承诺什么? 拥抱那个答案, 让它指导你, 看着这个世界在你眼前变化。